今天这个活动分了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小弟就会讲一下 现在2021年全球最新的一些数据 阿里巴巴是怎样帮助香港中小企 去做到一些生意呢? 有没有什么功能做到这件事呢? 可能会讲二十多分钟左右 接着就到今天最重要的嘉宾 就是王先生 其实他就会跟大家讲一下自己的故事 他自己的故事怎样去转型做得成功呢? 怎样透过电商做得成功呢? 中间经过些什么呢? 我相信这部分应该有很多香港的朋友都想知道的 接着第三部分 我会代替大家 因为其实我也收集了很多客户 其实已经发了一些问题 是想访问王先生的 那我就会代替我的客户访问王先生 还有大家到时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一边听的时候一边想 然后一会儿通过螢光幕就问我们两个 那我们都会答到大家的 是的,那事不宜遲 那第一部分就先由我开始先了 想做多次互动先 大家都一边听得清楚 可不可以再给一次一次我 好吗? 给一次一次我好吗? 如果大家听得清楚的话 OK 非常好啊 那我就开始了 好 那我就介绍一下自己先 好 那今天我是个分享MC 那我叫Terry 那其实我有另一个外号 那其实我就是在香港打拳的 那就是2013年呢 是全香港56公斤的 香港业余拳击的总冠军 那就是香港拳王 那2018年也是职业的拳手 是曹星鱼的师弟 是的 那也做了阿里巴巴12年了 那香港业佩训练 那我想今天在座也应该有些朋友 是我的客户 那都应该支持我听我的培训 那下面有些虚限 没有那么特别说了 那我想说呢 现在我在香港 大家一个人在服务130间公司 那王先生是其中我一间 负责的公司 那之前我也有一些成功客户 都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有留意开我们的活动 是的 那其实都讲一下 就是有些新朋友 我想今天都会可以听一下 其实有些什么公司 现在会在香港用阿里巴巴呢 其实真的只有三种 一是就是Trading公司 就是一些左边买完 右边买出去 或者中间加一点服务 加一点设计 的公司 就是第一种这种公司 低买高买 那第二种是一些工厂 那工厂代表就是王先生 或者很多其他不同的工厂 例如礼品厂 珠宝厂 啊 啊 技械厂 什么厂都有的 都有机会用阿里巴巴巴做推广 那么最近这几年 又开始多了很多品牌 很多品牌 就是有些香港的本土品牌 有些小品牌 如果他敷我们阿里巴巴 想推到海外 那我们也帮了很多品牌去做 比如有些大品牌 比如德国宝 中联通 内地有些大品牌 美的 是的 那么都会用阿里巴巴 去将品牌 然后推到海外 那我们也做了很多成功的例子 那所以 跟大家有做过互动 如果大家是工厂界别的朋友 现在有多少人在听 有86个 但是工厂朋友的界别 可不可以给个A 工厂界别 给个A 看看 都有 暂时有三个 都有 都有四五个 都不少 是的 都有工厂界别 如果trading公司朋友界别 可不可以给个B trading公司朋友 trading多个工厂 原来今天是 最后了 品牌界别 品牌界别 可不可以给个C 品牌是C C 我看到Michael 好像又是A又是C 是的 也有 B 和C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是给D 不是厂界 不是brand 不是trading 也有是D 但是D 朋友不要紧了 如果是未来的你 这三步发展 我想今天的分享 有机会帮到你 好 那我就继续讲下去了 先和大家讲一些数据上的东西 2020 2021 机遇 又和大家做些互动 大家觉得2020年的生意好不好呢 2019和2020年 如果大家觉得好的朋友 比我1 不好的朋友比我2 稍后我有些数据 会打出来给大家看看 2 1 4 刚刚我说1是好 还是不好 我也忘记了 1 4 不要紧 你多次 1等于good 多谢你 2是不好 也有人说1 2019 2020 大家觉得是1 2多些 好了 再来 2021年 现在说6个月 我稍后找到 这个统计处里面 第一个Q的数据 大家觉得2021年 有没有好了 大家觉得如果2021年又好了 比我1 比我1 我记得了 2021年都是这么差的 觉得比我2 比我2 都有人对2 各一半 好 数据就是答案 我什么时候 我给大家看看 2019 2020 好吗 给大家看看 好 后面的页才有 2019 2020年 其实就发生了一件事 现在出口的世界 就是没有了很多展览会 是的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博栏 贸法局 机场 基本上 全部都取消 究竟影响了多深远 大家继续看看 大家喜欢在螢光幕 可以找个手机 我特意找出来给大家的数据 大家看到 2019年 2020年 基本上各行各业 都是不好的 是的 比如进出博物业 跌了10.3% 批发13% 有些行人跌得很夸 零售会惨些 33% 有些是超惨 如果大家看到住宿服务 是71.4% 都知道是 没有了很多酒店等等 膳食也跌了三成 那么大部分的行业 1920年都受到疫情影响 展览会没有了影响 而有影响的 但是呢 给点数据看看 但online 其实就比较了很多 我想如果香港本地有感觉 可能多了很多人去HKTV Mall 淘宝 去买东西 海外的可能很多人会去亚马逊 Ebay 去买东西 这些都是B2C网站 但是B2B 就多了很多人上阿里巴巴 一会儿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数据 有些数据 在2019年 就有3.5Tillion Tillion是1万亿 Tillion dollar的销售 其实就是3.5万亿 去到2021年 去到4.9万亿 预期去到2023年 去到6.5万亿 就是差不多2019到2023年 其实online买东西的金额 是差不多一个 所以大家希望好想一下 其实online 这件事 其实都和大家有关了 越来越有关的 无论你平时B2C买 或者你自己生意的模式 有没有关系 所以今天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阿里巴巴巴的一部分 好了 再开估另外一个答案 其实2021年就好了很多 第一个Q 是的 无论出口、进口、货币总额 大家看到右边 其实真的耗了很多 可能因为之前很差 今天就开始有些复苏 譬如用出口情况 原来香港本土来计 2020年全年是61亿美元 2021年1至3月 已经去到25亿美元了 所以今年应该预测很大机会 出口会变回 现在是正数 而且现在香港的确诊人数 就越来越少 所以大部分的东西开始回正轨 这是2021年 我们现在在数据上 看到的答案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都好好听 可否再多一点转变 去快点再复苏 帮自己好些呢 是的 我们在我们自己后台里 都找到少少数据 其实不同行业 阿里巴巴的买家等等 都会有很大的增长 东北都是100%的增长 就是一倍的增长 某程度上因为展览会没有了 所以很多海外买家 迫着会上网 一定会上网 疏醒 就会上了我们平台 然后有几个点 都是会帮到手的 为什么会近期外贸增长呢 首先第一个点 就是逐渐復工 就是海外开始复工的部分 已经很快 是的 还有欧美呢 其实会有些补贴的政策 是针对某些行业 是的 比如去补贴一些工厂 补贴一些人去买东西 是的 令到现在的整体的复苏速度 出口的比例 比之前急速了很多 好了 那说回今天的主题 阿里巴巴.com 是的 今天阿里巴巴.com 希望大家 如果未听过的朋友 第一次听就认识一下 阿里巴巴.com 是什么 如何帮到一些买家 那听过的朋友 尤其是一些存在的客户 我很希望大家 一会再多一点听一下 王先生的故事 我希望更加帮到大家 先跟大家讲一下阿里巴巴 是什么 首先阿里巴巴 在我们阿里巴巴平台 有很多不同的网站 那我们的定位 就这个表演讲完的了 很简单 上面就是做跨境 就是做出口 下面就是做国内 右边就是做B2C 左边就是做B2B 那阿里巴巴 唯一一个网站 是做出口做B2B 是的 出口做B2B 那所以 所以 如果大家记得听 都有这个共同目的 其实我想做本地零售 那可能 今天的课议 未必会100%适合你 可能是本地零售 可能是天猫国际 天猫香港 或者是 如果针对海外B2C 可能是Ali Express Nazada 会帮助你 针对内地 会是淘寶天猫 针对内地B2B 是1688 所以记得今天的主题是B2B海外的 就是阿里巴巴多.com 阿里巴巴多.com 其实1999年 1999年就已经成立了 现在到中日来说 都是全台最大的B2B平台 上面 现在有1.5亿的注册会员 有2,000万都是活约的买家 那其实基本上你想到的产品 都可以在平台里面有的 因为有1.7亿亿产品 在上面的 每天都有30万个讨论 5,900个里面都有 简单来说 就是什么国家都有的 然后平台呢 其实我们都是唯一的平台 是涵盖着B2B网站 是涵盖着16种语言的 西班牙文、俄文、葡萄牙文、法文、日文 阿拉伯文、德文、意大利文 都读下去了 基本上 所有的Language 都是自动翻译的 在平台上面 你放英文 它就变成不同地方的语言 那么 enquiry 也会有的 简单来说 它有一个俄文 你用中文回答它 它会看到俄文 是的 所以就是 所有东西都有翻译的 那么 最近也上了 很多阿斯达匹的新闻 其实我们阿里巴巴.com 在一个平台上面公布 我们2020年 其实就比起上年的交易增长 去到101% 也是受惠于这个疫情 那么多了很多人 上网站那里买东西等等 是的 那么说一点 阿里巴巴的节日先 那么淘宝 我想大家最出名的节日 就应该是 双11 双12 618 那么 阿里巴巴.com 大家记住 阿里巴巴都有节日 的 最出名的节日 就是3月新贸节 和9月采购节 如果大家去想一下 我要做阿里巴巴了 要做得好 那么 我们可能日后可以做一些节日 就是3月新贸节 9月采购节 这两个月呢 平台上面 大别多人找贸易 也有特别多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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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日后真的做电商推广 我是有什么地区的人有机会问我最多呢? 可以看看右边的圈 是 中间的圈 第一位其实是美国 第二位是英国 第三位是澳洲 接着德国 加拿大 韩国 荷兰 日本 俄罗斯 麦西哥 我想身旁的黄先生平常问的enquiry 都应该是这些国家 是的 kor Olding 也是这些别に 像相关の組織 家说 创意 大家想回答 大家想回答 以及自己的产品 还是公司的类型 他想做哪些类型的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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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阿里巴巴的买家是已经分了三种类型的 稍后我会再说我们针对这三种类型 我们有什么策略去曝光给他们看 但是大家要先了解到买家是什么 他们需要什么 你才会想到我应该如何适合他们 或者我可以迎合他们 我介绍一下阿里巴巴三种买家 第一种买家就是最左边的 大家想一下我想目标一些微型创业 或者新网商群体 那我先说一下 他们落单几十到两三千元不等 每次都是二回合这个金额 几十到两三千元美金不等 以前有很多客人其实完全不想理他们 我手上的客人说太小了 我不想理了 但是我有些客人做做客人觉得做他们也挺好的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他们买东西很快 如果我的公司是有些很快就已经可以制成到的产品 甚至有些现货 或者我有自己的品牌 可以试试买给左边这些人 那他们就譬如是什么人 一些亚马逊的买家 纳沙达的买家 一些自己的铺铛仔 shopify的买家 他们就很流行在阿里巴巴.com那里买东西 所以他们买东西也是买一些现货 或者很快可以生产到的定制为主 然后他们呢 找他们卖东西给他们 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他们听哪样东西好买 因为他们本身的经验不是非常足够 他们的选品未必很厉害 就是你要告诉他们 这款东西是最热的 这款是我们明星产品来的 我可以卖给你的了 你可以在你的平台上再卖出去 那你可能会少少地去试 然后我有很多客人有些成功的经验 就是这些左边的买家 慢慢地真的买得好的 他会变成中间的买家 那中间的买家 那我开始介绍一下 就是叫小型电商 零售电商和批发商 那这些就是一些 必料仙平台开一些大一点的买家 或者一些大一点的铺铛 小品牌等等 那他们开始会着重多少少少 可以轻定制 可以用订单 可以和你谈订阅 等等 他们这些就会泛之 几千到几万美金的一张订单 那现在我手上的830个客人 其实最喜欢做这种类型 是这种类型的 是的 那他们这种 就两样都会看的 就是除了看你的产品 明星产品之外 他会开始看你的公司的背景 就是开始看你如何生产给我 你的品牌背后的逻辑是怎么样 你交易的时候的货拿得很好 你可不可以购买很多货给我 如果你是一间厂的 开始看你的生产规模是怎么样 你的照片吸不吸引到我 等等 所以这种就综合了刚刚那两个东西 又要有明星产品 又要有少少自己的生产线 要告诉他们 那你才会做到中间的生意 而香港亦都比较多是刚刚做中间的生意 最后到右边的生意 右边亦都很传统 很多客户想做 就是大型大型购买 由几万到几百万美金不等 我觉得有些客户会接到这类型的生意 一些大品牌等等 有时都挺开心 有个客户 记得好像是用手袋 他说我接到教授的生意 你看一下教授 里面有薄力厨窗 有些包包我做的 也挺好的 就是全我的平台去接 是的 那这些就是大型购买 那这些呢 我想大家有做开队都明白了 他们一般会开始跟你谈谈些数期 订单会很大 那他会去研厂 去看你的厂有没有ISO 有没有BSCI 有没有很多不同的搜索等等 那我们香港传统有些洋行 或者有些大工厂 都是做big buyer 而他们其实都会上阿里巴巴巴.com 做采购 而针对刚刚我说了 在平台里面 其实有些小BD 刚刚说的几百几千元美金 有些是大一些 那其实我们会分类的 在平台上 如果大家日后去摆你的产品 去发布你的产品 你可以分为左边的customization 和右边的ready to ship product 就是快速交易的 而泛指什么呢 我们怎么会分两边呢 因为左边我们想比较做一些 叫来养加工 来料加工 来涂加工 OEM 那些就会是左边 如果右边的 可能就是 他希望有些稳定客源 稳定货源 有些自家品牌 改一些包装 那种就会偏向右边 所以大家想清楚 我现在做电商 我是做左边还是右边 是的 但是我的客人 现在很多客人 左边又做 就是有些产品 他做左边 做开OEM 就做OEM 那我做OEM 有些产品 譬如我卖剩的 又或者是有些产品 很快的生产 很短的 那我就做右边 所以这个就是 大家去摆东西的时候 第一个选择 就是他去问你 究竟是Customization 还是Ready to ship 而我们这样分类 如果用这个图看 就会更加清楚 就是我想做Ready OEM 我吸引到日后的辣人 就是批发商 生产商大型服务商 如果我是做RTS 我是想在平台上 想找RTS 我就是想找服务商 自己买个版用 刚刚开始的零售商 成长型零售商 和批发商 所以大家好好想想 我的定位在哪里 那我说得深一点 如果要在平台里面 好,Terry 我想试试做RTS 一定要满足了这四个条件 才可以做到RTS 就好像右边的图 哪四个条件 首先我们想做的概念 我希望大家在网商 去发布你的产品的时候 买家看到你的产品 不用想太多 就可以已经下单 和你买到了 减少很多大家 沟通的时间 就已经买到了 这是我们想做RTS的初衷 所以我们设计了这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我现在摆个 powerband 你一定要很清晰 譬如我有黑色 白色 黄色 藍色 我什么规格 我有5000W 10000W 很清楚被人看到 人家可以好像选择题 不用问了 看到就可以买 也写清楚 我MOQ是多少 我100件起货 50件起货 这些是你自己买 第二件事 就是你一定要设定 还有物流的模板 阿里巴巴 其实已经有一个很方便的 物流模板 你只需要选择 入产品的时候 去输入你的产品的重量 我们自动衍生一个物流价钱 你香港出货 还是内地出货 已经出来了 后台自动选择 很方便 譬如我现在买100个powerband 看到可能429美元 看到运费50元 加上479美元 可以买到这件货 你会看到类似这样的物流解体 后台可以设定 第三件事 如何使用RTS 这个就是最高难度 就是15天 就是我今天去和你 用Visa Master TT 去买15天 你会给到货 15天开始出货 所以大家去很多厂 有些人会在这里 没有货 可以这么短 一定很长 那就会难些做RTS 所以这个 但是我们希望它可以很快收到货 所以就是15天 第四个就是支援直接下单 这个就一定要的 就是买家喜欢的 可以透过网上 用Visa Master TT 可以去买 所以满足了四个条件 就是RTS 好 刚刚说了阿里巴巴的买家分类 说了不同类型的产品 我说其实阿里巴巴除了你摆的产品 可能收益 其实我们有很多功能 其实是会帮到大家 找到买家 那一会儿 我会再说多一点 但是我先说一点 基本的概念 有什么功能 可以主动令到大家 加入了阿里巴巴之后 就可以找到买家 首先第一个 我们有一个叫RFQ RFQ的名字是 sourcing.aribaba.com 入到这个网站 就是一个搜索的版面 这个去今日为止 是全球最大的 买家取购平台 每日有五万条列 在上面有新增五万条列 是很夸张的 数字各行巨入都有的 每日有20亿美金的 意向订单 在平台上产生的 用法非常之简单 好像有屏幕 我现在打Wings 假发 我见到有984个买家 这一刻是需要假发 然后你会见到有些买家 需要什么的假发 就好像第一条列 有个买家说 我要20速 假发 欧洲式的假发 按下去 会再见到 那个列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我可以 我可以允许到他 我可以给他20件 或者下面中国的 我买家说 要1000件 要faction的假发 你按下去 你会见到spect 见到spect 原来你做到的 你就可以报价 每个月 你起码有20次机会 在里面可以做报价 那然后去 你一报价 你就见到他的 content 见到他的 content 你就自己去sale 他们自己的产品 那这个就是供应商平台 已经可以用到很直接 可以在平台上找到买家 第二 所有进过来阿里巴巴 假设用了阿里巴巴之后 所有进过来阿里巴巴的网站 有一个叫仿客营销的工具 你会见到每一个买家 按了你的网站 哪个位置 多少秒 15秒 或者24秒 然后你又送了一个信息 给他 然后跟他说 你按了我这么久 看了15秒 看了这一封 为什么不问我 假设他回覆你的 那你就可以去和他相互接合 因为其实在平台里 我想很多买家可能只看不问 我想大家在自己的网站都会 有点击不代表有enquiry 通常我们有做过分享 就是做过一个好的数据分析 是每10个点击 有一个enquiry 已经是一个健康的数据 如果日后 你会见到自己的data 有100个点击 其实有10个enquiry 就正常了 如果有100个点击 只有5个enquiry 如果我做诊断 就是不正常了 但是你想想 100个点击 有10个enquiry 那90个点击是怎么办 那90个点击是怎么办 那90个点击没有问 走了你又找不到他 那就是透过这个功能去骂他 就是你每天就可以 传回一些讯息 比如说我今期做特价 或者我有什么产品 或者我今期有什么特别 如果他回覆你的 你就可以再增加你日后的回复率 那又有第二个功能 那第三个功能 就是阿里巴巴好像CRM 就是我们有一个客户通的功能 所有曾经找过你的买家的enquiry 会存在阿里巴巴的数据库里面 那你们可以去群发一些邮件 或者一些营销工具 去再二次营销一些enquiry 例如阿里巴巴平均一个client 的enquiry 一个大约三十五至四十个左右 只是现在阿里巴巴里面 即是一年的 正常应该收到大约四百多个enquiry 是健康的数据 可能你两年的 有八九八个enquiry 那八九八个enquiry 可能他那一刻和你做了生意做了 那现在有八百七十四个客户总数 那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如果假设你日后开了trade show 或者你催促一款新产品 那你可以很秒速地 去发一个information给他 再做二次营销 那然后你还可以做分类 你可以分类 这些曾经找过你那八百七十四个买家 曾经问过你的moq是小中还是高 然后你再去针对他们不同的倾向再发一些enquiry 因而增大你的二次回复 那这也是一些CRM的功能 对了 那最后很快喝高呼 我差不多说完了 加快速度 对了 那另外 你可以看一些数据 如果用阿里巴巴 你会看到每个月每日 有什么国家的人 击你 击你的是来自什么国家 什么产品等等 你会看到 那再者 阿里巴巴 其实它有支付金融的 在平台上面可以帮忙收钱 Visa, Master, TT, Western Union, PayPal 可以帮忙做物流 有赛典物流网络 亦都有服务的支援 那希望大家去用电商的时候 一条路一个供应链去做到 那很多人听到这里 会想平台好像有很多功能 那怎么用呢 那其实整件事背后是会有training 那小弟是其中一个training老师 那整天都会开招 一些zoom的课 那另外 平台上面会有很多 online和offline的课程 那其实我们online的课程 已经分到很小了 就是譬如我们 你日后用了平台 我不懂得如何发布产品 你可能看这45分钟之后 如何发布产品 我不懂得如何做网站装修 我可以看这半个钟 懂得如何做网站装修 那你可以在每一个地方 你已经看到了 那还有我们定时有很多 不同直播的课堂 那大家可以去上的 那offline的最近开始搞了 是的 就在观塘 或者在铜锣湾 我们都会有一些offline的 course 那小班 可能10个人 会做一些training 那希望之后疫情结束之后 会更加这样 会更多training 会再见到大家多些 那最后 那我说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听完之后 有少少兴趣想再了解的 其实阿里巴巴都有会费的 那但是呢 政府呢 有个叫中小基市场退安基金 那上年就已经加了80万了 那所有在阿里巴巴给的费用 大部分都是拿到50%的 是的 那今天呢 我这一部分就很快地高呼完 现在还有101位朋友在听 那101位朋友呢 全部都会有一些优惠包的 那事后可以问回客户经理 可以高达2万的平台资源 或者一些建策和产品上载 无论你是Existing的Client 就是已经是用阿里巴巴Client 或者未加入阿里巴巴Client 都有的 那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问回你的客户经理 你可不可以去拿到 这些签约大礼包了 那也都 如果未听 未加入的朋友呢 你真的有兴趣对于自己的行业 我不妨会建议你可以联络回 找你的客户经理 和他拿一份行业报告 因为行业报告呢 假设我是做一个手机学 其实你都应该很想知道 手机学究竟现在在阿里巴巴 什么国家的人找得多 你这些同行做手机学的 做成什么 平均一个月拿到多少讨论 有广告的拿多少讨论 没有广告的拿多少讨论 你都想知道这些数据和报告 那这个你就可以问回你的客户经理 去拿回 好 那我的部分就说完了 那就事不宜迟了 那我就要交回王先生 那我做多一点介绍先 那王先生呢 其实就 另外一个荧光网在这里 不对 应该大家给一些支持我先 希望大家喜欢刚刚的演讲 如果大家觉得帮了大家的 好不可以给我一个一字 我当我开心一下 好 多谢 多谢大家 好 那么 到现在我分享的朋友 就是王先生 那王先生呢 其实做了七年阿里巴巴的了 是的 那么 刚刚访问过他 他的样子很年轻 原来已经有两个小孩 哈哈哈哈 还三四岁 很厉害了 是的 那么 阿里巴巴 他其实加入了七年 那么 我见证着他又可能 传统了一些大BD 就是做一些OEM 比较中间 就是刚刚说的三格里面 比较中间和右边的Client 到了现在 其实他们左中右也有做 是的 那怎么做呢 他中间真的经过一个转型的阶段 还有第二个亮点 就是他的数据也很好 是的 就是一会儿大家可以 他会再分享多些 就是过百个圆块 就是一个月 就是你想想我每个月 起码有百多二百个 给到二百多个 高峰我见过去到二百的 百多二百个新客 是问我这三点买的 其实也是挺开心的 这件事是2B 大家想想是2B不是2C 就是不是问我一件怎么买 是可能问我怎么生产 所以中间他会产生产出的 大大小小的买家 但是怎么做呢 那王先生他还分享了他自己的心得 柳斗原理 每一个位置怎么做 所以如果有些 我想这段可能 存在的Client 都会再听多一些 就是为什么他会做到呢 就是他中间 无论他人 他一些技巧 怎么做到呢 所以我也很开心 今天王先生 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那就交给你了 好 大家好我是Chartman 那我就是Billion Bond Garmin Spectrum Limited的 Export那个负责人 那我们公司呢 成立到1980年 那其实我本人呢 就是比较典型的厂二代来的 那我就加入了 现在这家公司呢 就大概十年 那我们公司呢 算是比较小规模 工人大概100个 那厂在东莞 那我们主要做的产品呢 就包括是典型的T-shirt 这些卫衣啦 这些casual的 street fashion那一类 那我们主要是做OEM单的 那Client呢 就包括是迪士尼啦 Bethalas啦 Fila 但是那些品牌也有 那也都呢 好像Kerry那样说 一些小到可能 50件一张单的呢 我们近年都会很多 例如在座客那个呢 这个Stay Cool 这个客人呢 就是我们很开心接触的 因为呢 我们是看着他 帮我们订十件衣 到现在呢 每张单大概有500件 中间只是大概三年时间 好了 或者开始先就是呢 现在呢 我都还会听到一些人呢 就问 到底我应不应该做这个电商业务呢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呢 就好像问中学生英口谈戀我一样 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你想一下 现在 街市可以支付宝卖菜 你找所有师傅 你都会上网用 找师傅这个app去找 那你要做一个海外生意 你怎么可能不做电商呢 所以问题是 我应该怎么做 传统渠道呢 好像我爸爸那一代呢 找客主要是靠referral 电邮推广啦 参加展会啦 再老套一些是call call 但是到现在这个时候 大家最 就是大家会知道展会呢 其实你都不要说 因为这个covid了 其实在有疫情之前呢 展会的效果已经很差很差了 我很多朋友或者做开的呢 他们都会说 其实现在去展会呢 只是去 拿过面而已 其实已经没什么实际效果了 费用也都很大 可能每次展会你用几十万 但是你参加阿里巴巴呢 每年可能只需要几万 所以我觉得其实已经不再值得考虑这个问题了 如果你说另外你不用传统渠道的 你用数码化推广呢 那你不可以几个方法的 你做自己的网页啦 用SEO优化啦 再加广告啦 另外你可以去社交媒体做宣传啦 Instagram Facebook啦 LinkedIn啦 Pinterest啦 另外呢 电邮推广呢 我都还是推荐大家做的 不过要做得 要配合大数据 做得新些 快些 有效些 那另外呢 一个就是交易平台啦 那 香港比较常会见到呢 就是阿里巴巴啦 TDC啦 Global Source 还有一个小的 可能是Tracy啦 但是考虑了各点之后呢 因为其实我本身是加入过 TDC和Tracy的 那阿里巴巴是我最后加入的 但是为什么我都会选阿里巴巴呢 最简单就是阿里巴巴呢 算是这个行业的龙头 它那个客户量是最大的 那再加上这几年呢 会见到阿里巴巴的功能上呢 是远远地领先其他平台的啦 那它不单只可以帮你做到 那个产品的展示啦 那其实这个 某程度上已经代替了 你那个公司网页的功能的啦 那第二就是它有交易功能啦 方便的交易功能啦 还有其实Terry可以再说一些 就是有关信保单的功能的 因为这个功能呢 是给到客户很大的信心去做交易 也都令到整个交易的流程费用呢 交易的流程速度啦 费用啦 都大大大降低了的 那接着第三点呢 就是一个logistics 就是呢 因为小单化的问题呢 物流是各位将来会面对 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来的 例如你以前是一季季去走的 你最多就是想是 走整只季啊 还是走散火 好 但是现在不是啦 你可能走十件衣服 五十件衣服 物流的费用呢 就会变得很大 而且也很麻烦 但是阿里巴多的平台上面呢 就有logistics 那个部分的 它会帮你综合了各大的物流商 帮你找最优化的物流方案 那那个费用呢 也是给你用传开用 传统用开的 例如你直接找Ditchell Fedex 可能只是三分一 或者四分一的价钱 所以这部分呢 是大家需要弯住的 那最后这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那个CRM的问题 就是刚才阿Terry都说过 就是你每一个跟你有接触的客户呢 他的资料都会在你的Database里面 那其实按统计呢 一般的客户去接触你呢 可能要接触你两次三次 才会进入去交易那个阶段的 那所以你怎样可以维持回 就是你一个良好的 客户管理的一个Database 你可以不停地去重复向他们做销售 Lockdown东西你可以不停地令它翻单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会加快你的交易量很重要的 而阿里巴巴这部分呢 就是做得非常好的 那说一下我们的阿里团队 其实是很简单的 本人就是那个主管 接着我下面就是一个业务员 那个业务员主要负责就是去 去答inquiry 出单 跟进那个 订单的流程 那因为这个肺炎的关系呢 其实那个业务员本身就是我公司做跟单的 但是因为他迫着呢 他迫着呢就回到那个老家那里呢 就出人回来 接着各方面考虑之后呢 就决定将他转为一个遥距的业务员 那都做了两年了 其实他现在一直都是遥距帮我做的 都没问题的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那个后台数据的营运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你一般呢 有三个选择 要不呢 你就自己做 或者你是请人回来自己做 那另外一个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些代运营的公司 那他可能你给一个年费 那他就帮你做提供一年的服务 那那个 那个 营运的问题 可能稍后再说 因为里面牵涉到就是一些 你怎样令到去 去增加你那个产品曝光率 增加你那个 流量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来的 那我们公司呢 就是找了一个part time 去做这件事的 那这个是相对是成本最低的方法来的了 那我觉得暂时来说还是足够的 那一会儿有很多观众会问到你有多低 哈哈哈 我相信 我相信 一会儿会开放Q&A 是的 好 那最后呢 这个很重要 美工 你一定要有人费责产品摄影 PS号一定要收图 那这部分呢 就是我自己做的 是的 你看到我们的价格都很简单 其实呢 我是不建议这样做的 我转头再跟你说为什么 好了 那如果你做阿里巴巴呢 在初期呢 你一定会面对很多问题 第一 拼盘疏落 我们开头呢 可能一个月呢 都没有十个inquiry 那接着呢 没有成交 我这样的没有成交呢 我们是三年没有成交 初头的时候 接着呢 去到开始有单呢 我记得我第一张单呢 大概是50件T恤的单 我老板跟我说 我这世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小的单 对 接着呢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价格竞争 非常激烈 你可以想像到阿里巴巴 一个这么大的平台 供应商来自五湖四海 他们的价钱 和客人在上面很方便价格 所以他们对那个 有些客人呢 对价钱的要求呢 是真是很低很低 例如我们平均作为一件T恤 我说的是三元四元美金 他可以跟你说一元 总要不是高 很多客人都会这样问你 而且他真的找到供应商做给他的 那变成这个问题呢 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先 这个一定会发生的 那如果你本身不是老板的话呢 你面对很大的压力就是 老板会觉得我每年要扔钱下去 但是又没有回报啦 接着如果你是有义务员的话呢 他们可能会觉得市场很低落 因为不停开不了单 我又没有佣金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初头一年或者大半年 都是一些很难避免的情况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捱过去的 那其实呢 今天的题目呢 就是成功客户分享 我其实我推了很多次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本身呢 还不是一个成功客户 那么呢 我今天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最开始的时候 有什么做得不好 大家怎么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尽快进入一个轨道 可以做得好一点点 那么呢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们加入了阿里巴巴大概七年时间 我头三年呢 差不多是完全没有交易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其实在做阿里巴巴之前 我是做HKTDC的 那么当年呢 可能那个网商的竞争没那么激烈 那个环境是简单很多的 我很简单 将这些产品上载呢 我已经可以有订单回来的了 但是呢 随着时间过去 竞争越来越厉害 去到现在呢 如果你单单是 display你的产品呢 你是不会有任何生意的了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刚好我就知道阿里巴巴呢 他有一个叫产工营的一个training 那我就上了 那产工营那是做什么的呢 他就教了你很多一些 例如如何用key 如何优化你的keywords 去令你的产品的post 更加可以贴地吸引到客户 就是一些对那个backstay后台 营运操作的一些培训来的 那我很建议大家呢 如果你真的加入了阿里巴巴 第一时间你一定要去想办法上培训 是绝对不可以等的 你马上就要去上培训 你要知道 怎样令你的后台数据能够快速提升 因为如果你的后台数据不提升呢 你之后做任何东西都是没用的 就好像你是一间后行开了一间小铺 完全没有人过来参观的 你一定不会有生意的 后台数据就好像是 将你的铺放在一个当眼的地方 令你的人流增加 那么你的生意颜色才会高的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当时我考虑到 我们不希望做一个太大的团队 所以我们就请了一间代形运 那间代形运呢 最初大概 我说了费用吧 一年大概三万到四万元人民币左右 那么它就配搭帮我们做一个 产品业的优化 关键字优化 还有帮我们管理的P4P P4P是很重要的一个环 P4P简单来说就是买广告 就是你用钱去将你的产品 排名推高 那么在初期呢 你也是需要做这件事的 因为你初头的 你那个 页面 你那个 帐户的数据呢 因为不突出 那么变成你初头的流量都会偏低 你就是需要靠P4P 令到你的曝光率提升 因为效果很明显的 我建议大家初头都要用 那么我初头大概每个月的预算呢 应该是 一千元左右 每日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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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就达三千 两千多元 对 两千多三千元 然后这个后面就不停交上去的 好了 那接着第二方面呢 就是那个产品方面 那刚才Terry也提过了 他们分量 亚里巴胎主分量用产品 OEM 和RTS 那么呢 基本上我们全大部分产品 我都是当RTS产品去做的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呢 我们公司是没有做定一批全货 放在那里买的 但是我们选品的时候呢 我们的原则就是 我尽量在一些批发网页 找一些有燃货的产品 做我们去Display的产品 如果有客人需要买到 真的一两件的 那我们就会将那些产品 直接trade给他们 这个好处呢 就是我们不会错失了一些 其实每一个客户的存款 都有一定的成本 如果你全部呢 都是因为细而不去处理 或者不去理他 其实是一种浪费来的 而且就算一件都好 你和他有那个交易呢 都是建立了一种关系 那也可以维持一个 那也可以维持一个 长远的一个 长远的一个 关系 那也可以维持一个 就是小就trade 大就自己做 可以这样说 没错 这样总结 到30年40年 订制的T-shirt 那些东西 其实我们也是trade的 我们也是找一些可靠的 供应商 直接给他们订做 因为在内地 很多产品 你很轻易可以找到一些 可以帮你订做的供应商 可以尽量找一些 能够很低数量 帮你订制到的供应商 帮你去处理出去 那或者就是 第三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标准法 就像我们做T-shirt 我们尽量都会令到 我们有个Sales Package 就不同的版型 不同的尺寸 男女装 我们会固定好一定的规格 那就尽量就 让客人按着我们的规格去订 因为如果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生产成本 还有我们每一条开线的费用 都会降到最低 如果不然 你有得那一刻 他给了一些 天花乱聚的一些条件 你每一张单的开发成本 都会很高 这个要避免的 好了 那接着 第三点就是业务方面 我有个感觉就是 香港呢 在业务的团队方面 是比较弱的 据我所知 很多公司找一下怎么找呢 靠跟单 即是跟单 他会兼为做业务 靠老板做referral 但是呢 在内地 很多公司这方面 他们会有很专业的业务团队 他们可能二三十人的团队 就只是做业务 只是找生意 还有呢 他们在提成方面都会很成熟的 所以你会见到呢 但是在内地 做业务的团队呢 他们都是很火的 他们的市场会比较相对高的 那提成那方面呢 大家 我觉得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来的 好了 第四点呢 就是供应链了 就是呢 有很多时候呢 例如我们以前做开一万件单 一万件单 几千件单的那些供应商 没问题的 但是你突然间和他说 会做几十件呢 很多都会不愿意做 或者他们会有个很高的 set up charge 但是其实呢 如果你在阿里巴巴找 你会找到一些供应商 他们愿意做小订单的 那个set up charge都会上倒低 例如呢 我找到一间 我以前从来没去找这方面 但是今年呢 我找到一间做 赤花的 做收花的 他们呢 公司就是专门做小订单 一件两件都找同来做 而且价钱不是相对于很高的 而已 那如果你去找呢 其实你去找多些供应商 可以配合到这个 细单化 订单化 订单制化的一些供应商的 好了 那这些呢 就是一些我们展示的产品 好像上面 RTS的产品呢 就是我刚才说了 这个我们trade回来的 我们在Python找到一个款 我们是对的 也就是我们做得到的 接着我们就会把它摆出来 你看到我们基本上 是没有MOQ的 那如果客人真的看中了这个款 那我们 他想做大些数量的 或者他的特别要求 是现货没有的 那我们就按同一个規格 就帮他做订单 那下面呢 好像这本 男装女装的T-shirt 就刚才我提过 就是 我有一个可靠的供应商 它的起定量呢 就只是30元起的 就混色混码 那如果我真的接到一些 这样的订单 例如我有一间有个客人 他每年都会和我订三四批 这些团队三的 那这些呢 其实我会外发展出去 比公联商做的 好了 那说回刚才那个 漏斗理论了 就是呢 大家要明白 做网商呢 你第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 提高你们的那个曝光次数 因为你一定要有曝光次数 跟着呢 那些客人看到了 部分的客人会点击你 他看到你点击完之后呢 他对你的产品有兴趣 他才会给你个信款 那你有信款才会有成交 那你成交之后呢 就靠着你和他的客户关系呢 你才会有翻单 那就是一个循环来的 那这个就是我五月份的数据 你看到我们那个 产品曝光数呢 大概就37万左右 那但是那个客户访问次数呢 就只有6000多而已 跟着再下去呢 那个点击次数呢 就只有2000多 最后的信款人数呢 就只有102 那成交的当然就更少了 那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就是了 如果你的后台数据做得不好 你的曝光次数不高 你后面所有的数据呢 都会差 所以这个曝光次数呢 是非常重要 那但是呢 这部分呢 就好像是香港公司 相对比较差的部分来的 因为我们通常香港公司呢 我们在接待客户方面呢 我们一般都没问题的 我们一般的语言能力都好 服务态度都可以 产品也是比较好的 那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你曝光次数不够高 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你公司 你根本就没有以后的事情发生 好了 那说回了 你怎样可以优化到这几个层次的东西呢 第一就是曝光次数啦 那曝光次数呢 那曝光次数呢 就是那个 代形文帮我们做的部分了 那它就是主要就是靠那个 关键自由化啦 P4P啦 以及一些你网页的SEO 去做的 那检验次数呢 就是 主要就是靠你那个客户 第一眼看到你的产品上显 他喜欢不喜欢 他有没有兴趣 和你的标题 是不是对他的需求 是设立到的 如果他觉得你想吸引 而你的标题也是他要找的东西 那他就会点击 好了 接着里面 如果他见到你的内容 例如价钱 或者一些你的 产品规格要求 都是符合到他的要求的 那进一步他就会给你一个宣判啦 那最后如果你的价钱对 个人都谈得对 就会成交啦 所以说回头 第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就是我初头做得最差 所以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 你一定要优化你的数据 基本上我分开就完结了 好 那给点掌声 去先 联光幕的朋友给个一句好吗 好 我截到这一版 我觉得这一版非常之好 虽然好像几句那样 但是其实是很重点的 是啊 我想如果有做电商的朋友 在阿里巴巴特别做电商的朋友呢 其实这个三角形都差不多等于七八成的东西了 是啊 现在呢 就到我访问黄山来了 那其实呢 我就认识了很多问题 就很想访问你的 是的 因为我觉得你的故事 我特别喜欢其中一点 我觉得很正的 因为其实我很多客人呢 他经常觉得自己的厂 他的心态就是想 我接的单就是自己的厂接到的东西了 就是我自己的厂觉得 一千M0Q才可以的 超过一千M0Q我不做的了 那那个单就流失了 就算问他 他也接不到他的单 但是其实你是 虽然你自己是一个厂 但是你还会找回一些小的 M0Q的厂去 去帮保你去接回一些 你平时接不到的单单 而在平台上面 就是因为你有越多新款 你有越多成交 你的数据越好 就会去回到最三个人的顶顶 的曝光次数就会越高 那还有 他有时那些客人问一下 他就问一些单大一点 那些就可以变回你做到的 那所以我想这一点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可以抗充一下自己的供应链 因而令到自己接到更加多的单 又令到整盘东西是会做得更好的 是,不过很快地问一下 你的数据是在哪里找的 一六八八 阿里巴巴巴 主要是一六八八 主要是一六八八 所以大家上一六八八找厂 然后在阿里巴巴.com 买回 好,那我就由钱入心 这样去访问一下王先生先 是的,那就先由 一路由心态开始讲起 是的,那我觉得你也很厉害的 就是七年前开始 你说做了很多平台去试做电商 那做了三年都不是很有生意 都继续继续续继续继续续续继续续 是,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一开始做三年 是不是都真的很,很疼 有什么能量去继续去试这件事呢 在一开始三年都做得不成功了 有什么你觉得,为什么还要试 是不是都破釜沉舟 还是怎么样呢 因为当时候自己都很相信 就是网商一定是将来的大趋势 一定是交易费用最低,成效最高的一个方法 但是因为当时你公司生意好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人负责所有的东西 当时我就没有花太多时间下去 特别是你生意好的时候 你就会接单,保价,跟进计单 你就会花很少时间去处理平台 去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就发觉 钱给了,我不可以再浪费 加上那时候阿里巴巴的产公益是帮助了很多 它令到你知道方法如何去改善 然后你当时有很多都是做网商的朋友 那就变成大家交流会更多了 大家会知道 首先大家要一个肯定 这件事是可以成功的 问题就是你怎么做呢 好,我喜欢你的心态 网商是一定可以成功 在乎你怎么做 最后你参加产公益 就找到你怎么做 然后就请了这三个人的测试 然后就可以做得到 做得到 在你网商里面 认识很多不同的朋友 就是当时产公益 也认识到 或者一些我的客户 也认识到 你觉得有什么产品 是比较适合做电商 就是你自己看下去 在你自己认识的朋友里面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产品特别 说是适合做电商 其实我觉得很多产品都适合 只是大家的方法会不一样 但如果你是做消费品的 那消费品的话 其实我做法也跟我大同小异的 那如果你本身做一些很neech 我觉得其实可能更适合 还是很轻易 你花的成本很低 已经可以找到你了 嗯 所以你各认为大部分都对的 leech就是有leech的做法 反而可能下少一些广告 是的 那大陆版的就用刚刚 黄山的三角形去做 是的 我问一些直接一点 其实现在在平台上 你接一些单 的 range 大小是怎样的呢 小到多少钱 大到多少钱 你在平台上都接过 其实我们接了很多 是样版单 那真的很小 可能在说是 小到多少钱 一百元美金 一张单 一百元美金 最小是这么小的 再小的也有 再小的也有 买一件 很多的 问题就是 你不开始帮他做你一百元的单 你是不会有接下来的单 是的 因为我大部分客人 其实很大部分都是 轻订制 或者是全订制 我大部分客人都是一些start up 和一些new brand 嗯 所以呢 他们要做版是没有厚非的 是一定要有的 那么 其实某程度也是一个投资 来的 因为其实很多这样的小客人 都可能有十多二十个 最后 turn out 都变成一个比较 decent 一年可能 可以买到 你港币是 是五十万到一百万的client 来的 一百元美金开始 然后他做到越来越大 做到五十万美金 五十万港币 是有这样的问题 最多是做到一百万的 说的是三年间的时间 哦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client 如果能够应付到 都尽量去花点资源去 应付他 所以你是伴着买家成长的 是的 对 有些钱买 股票 是的 伴着买家成长 是的 那么就问一下 那些单就刚刚说了 又大又小 小到一百元 大到一百万都会有 那又要养住他 通常去跟这些买家去聊天 或者去大家做对答 和你现在传统的 普通接规的讨论会 会不会有很大分别 就是你会不会因为 这些是网商来的 讨论来的 就和你平时那些 平时日常传统的讨论 对答的会不会有什么分别 或者你分析一下 有没有什么技巧 对于这些买家的讨论 这些客户的特征 就是很大部分 都是很不专业的 他们的产品意识 是不丰富的 亦都给产品的規格 一般都是很松散 很不详细 那所以很重要的 就是你本身 你一定有一个 你的产品的销售套 你可以很快地 跟客户可以 接触到 就是等他去接受了你的規格 因为他的規格 一般都是不成功的 亦都生产不了的 嗯 是的 那你覆益 会不会弄你一些模板 回覆模板 有没有这类似的 绝对有 因为每日 如果你一个月有100个 200个 的讨论的时候 你每日覆益的东西 很多 所以一般就是 例如你开展 一些报价 版费 一些常用 常用产品的报价 都会有一个回覆模板 直接覆益的了 一些規格 那他有需要 就马上给他 就不需要 打这么多次 所以在平台里面 其实我们 后台呢 可以储存回覆模板 所以我相信 你现在的 100个 100多个 的讨论 还有每个月 其实你还有一些 纪念管的 你不知道 你一加了纪念管理 应该有200多个 新回复的 有看过你 那就 你很多已经 是有些 就能够回复模板 令你快速可以 复场训上 这些 的买家等等 而 刚刚你说过 现在的买家 很多都不是很专业的 很初创 所以是 可能你是要 告诉你 你的 应该是 这个 就在你的 模板里面 去做到 講一下供應鏈 剛剛我覺得是另外一點很好的 你本身接開大B單 因應現在的電商 沒理由不行 你的心態是給了錢就要做 改了自己公司內部的一些 一些架構 剛剛就說 你有一些廠是你外派的找 自己本身的廠 也有沒有一點點轉型 除了外派單之外 還是 總之小的派給人 交給自己就算了 例如大概100件 我們廠也會做 可以的 你把自己的廠調到 100件外 才外派 100件外的就自己做 100件內的才外派 但相對應 如果是這麼小的單 一般我們 Gross profit 都應該有50%左右 還有做這些市客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 永遠都是COD 我們完全不給數期的 永遠都是50% deposit 出貨的時候就收了 但是我還沒數 其實在現在這個年代 的而且可以給了幾多封面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但是我本人有幾個大客 剛剛這年真的會倒閉 那前後呢 真的賺了差不多100萬 所以能夠收到COD 還有你現在的大客人有個問題 就是他們的數期越來越長 動之就跟你說60天 我最誇張的客人跟我說90天 所以其實那個財政壓力也很大 所以這些小客人 就會有這方面的好處 還有因為你有慣性是做COD 就算我剛剛說 一年做100萬的客人 我都是做COD 都是沒有數期的 好,所以你現在是網上認識的 很多客人都是用COD 講開收錢 阿里巴巴有一個功能 叫信用保障服務 就是我們幫你收錢 簡單一點 幫你收VSA,MASA,TT 你們用得多不多呢? 覺得好不好用呢? 有什麼用後感 分享給大家聽一下呢? 我們在阿里巴巴做的單 全部都是經事部單做的 基本上我們是 不會有單做做TT 因為速度快 加熱費用不高 那一刻也比較有信心 是經阿里巴巴付錢 嗯 是的 信保就是 通過我們幫你收錢 收續費是2% 大部分都是 是的 有些買家現在 都會去到 不用信保 也不太交易 因為在阿里巴巴做擔保人 等等 詳細可以再問我們 等等 是的 那你認為 其實因為在座剛剛也有很多工廠 你認為現在我在工廠 我想開始做電商了 剛剛開始 就想聽完你說 想思考 你覺得他做電商 第一步應該做什麼呢? 才可以做到電商這件事 你覺得 第一件事 可以做什麼呢? 嗯 我覺得你首先 你應該去看你同行的一些龍頭 網商龍頭 他們做什麼 嗯 然後呢 你有一個比較清晰的定位 我覺得你很重要 你打算做大師 做細師 你打算做RTS 還是做OEM 你先 有一個很清楚的方向 因為其實如果你產品類別太多 你在網上做銷售很難 你先選擇你想做的東西 然後就全力去推出那類型的產品 這樣會快一點 嗯 好 還有建立團隊 我真的覺得很重要 因為一直以來 我都是偏向我自己做 就算甚至今天呢 我都還會自己修圖的 用PS 有時候產品是想拿我自己拍的 其實這件事很差的 我覺得各位老闆時間很重要 這些東西呢 你去大陸 香港很難 你在大陸找人負責呢 其實大陸有很多這方面的人才 你請一個全職的 例如做那個 國際站的營運的 可能幾千元而已 他已經做得好過你 那你又哪裏值得花時間自己做呢? 這些事情 例如美工的 你上面賺1-2千元 已經有一個很快的金錢處理了 開時間也好 全職也好 所以我覺得最 另外一個很重要 就是你快點要建立一個自己的團隊 盡量不要手機 因為很多老闆都喜歡自己手機做 不知為何 我認識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我建議千萬不要 你要明白這件事怎麼運作 你懂得去盯著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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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數據 你盯著 擠著 擠著 給別人做就好 真的不要自己手機做 好 所以剛剛說了兩點 第一點我覺得很好 定位 OEM RTS 和同月龍頭做些什麼 如果大家只是聽著工作的朋友 這點可以先了解 我們剛剛也說 有些行業報告 可以分享給你 第二就是想清楚怎樣做 現在 黃先生 我記得你是有部分用第三方 是 接著有些就自己拿回來做 什麼工 是 復討論 有些討論 就交給兼職業務做 他說的全職 只是遙距 對 家裏上班的銷售 很簡單 黃先生 現在的體系就是這樣 第三方 這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說多一點點 你怎樣跟第三方對接 剛剛我記得你說過 你開頭是三四萬一年 大約是 你怎樣跟他對接 你對了什麼給他做 你覺得第三方做出來的效果 好不好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三方和你的交接 大約是 我大概說了第三方 他現在做了什麼 因為你 阿里巴巴那個網頁 其實他有一些規矩 就要求你 你要不停地把你的產品 有一些 例如賞新品 產品更新 基本上你每天都要有這些動作 然後平台才會覺得你一個active用家 那你的數據的排名才會高的 那這些 第一就是那個代言文會每天幫你做的事情 第二就是那個關鍵字 這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不停找一些新的關鍵字 不停去替換你產品的關鍵字 而且他要不停地去幫你做P4P P4P就是你要付錢去買你那個字的排位 但是你那個關鍵字是要必的 那變成就是你要不停地調教你的預算 或者他會留意到哪些關鍵字比較爆 哪些應該值得推 這些其實要花時間不停去盯著這些資料的 那如果你本身不是很多時間呢 找代言人幫你做就會簡單方便很多 那我最初就找一間公司做的 那他收我大概就是 三四萬幾一年了 接著後來就找了 在那間公司幫我做營運的那個女生 出來自己幫我做監製 這個就很成功了 變成1500元一個月了 那你又幸福 這個未必像你這麼幸福 我請你幫我做 但是其實如果你去大陸消費網 其實你會輕易找到一些全職或者兼職 做後台耀文的人 那費用也是相對低的 好 但是剛剛一點都很重要的 就是剛剛說在平台上面要有營運 那就是回到三角形的第一點 剛剛就是曝光次數 是所有東西的開放 那當然了 就是我們這邊其實會提供一些春齡的 有些有某部分的客人都是自己內部員工 還有某部分都做得OK 不過不是全部的 那麼有很多客人就說 我不想煩了 就好像黃先生那樣 就是不如我自己找到一些代營運 甚至去到後來 就是熟了之後兼職幫你做 這些是很好 或者去用一些代營運等等 那你日常你是不是都給很多相片 產品對定 其實上了軌道之後已經不太用理會了 不是的 去到現在的選品和賞品都是我自己做的 噢 但是你剛剛不是我第三方幫你 他不負責幫我上 他不負責幫我上 他不負責幫你 那他負責幫你比例 比例 比例 和優化熱面 優化熱面等等 但是上了軌道之後 其實相對的工作量應該就會小 上了軌道之後 一開始我想 你應該有半年左右 是很 就是你由十個研究 上到百幾百研究 有半年左右應該是很努力去做的 最花時間是最初 因為你本身那些產品不夠多的時候 你最初的階段上身份是會比較辛苦的 就是現在四年前的你有一半年左右 應該是很努力去做 那段時間是 那段有一段時間 然後做的 我只是看到你突然間放上去 然後之後 其實相對 你現在就應該相對 會做得舒服一點 好了 問一下少少國家 現在很多研究 百多個一個月 什麼國家 有人找你最多 都是美國最多 美國、英國 然後 澳洲 美國、英國和澳洲 這三個國家 有沒有一些新興國家的人都找過你 而你覺得也挺好做 還是其實也不是做的 只是做美國 在我的個案 其實南美、非洲搜尋 要多 但是我的個案我真的做不到 價錢完全做不到 但是我認識到有人 是專門做非洲南美單 是做得很好 但是問題就是你的價錢真的要好 嗯 所以就看回自己公司的定位 你的個案就是美國、英國和澳洲 好 那我講一下員工 對了 員工你剛剛說有個銷售 是幫你回覆的 因為你也有很多的 你一個人回覆不完 雖然你用模板 員工拿起這件事難不難 你認為 還有你怎麼教你的員工去回覆呢 其實也不是的 跟普通的的 差不多不用教 他自己學會的 那麼 這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員工是現在怎樣幫你在業務端 因為他本身就是我們的跟單 那麼一般對同客戶溝通 他沒有問題的 那麼但是心態呢 都要轉變一下 因為呢 其實我們不算很厲害了 Terry給我見過一間公司呢 他們那些業務員呢 是不停的這樣炮轟那一刻 不停的發出資料 不停的發出資料 不停的發出相片 是一天之內呢 是沒有求要把訂單拋定的 那麼這件事呢 其實如果你本身那個同事不是做可以業務呢 其實他做不到的 所以這方面是要教他的 是的 你有給他們一些佣金嗎 有 Extra的佣金 有的有的 有的有的 現在就 一般我知道呢 大概是1-3% Sales value 左右 嗯 Sales value 的1-3% 通常行價是大 但是行價也大約現在是這些的 但是剛剛說了 Pick up 這件事難不難呢 其實他本身已經是做開 跟客戶溝通的方面的 嗯 所以還是教他在手機APP 或者電腦上按幾個按鈕 然後他就學會 操作很簡單 對操作很簡單 好了 接著講一下香港的Client 因為在在現在都很多香港Client 聽到 以你的認知 之前大家都回過大陸 產工營見過大陸的Client 香港Client 在你自己的認知 你覺得我們大家都香港人 香港客人 在香港有什麼優勢 是大家應該充分去用一下呢 就是在電商上 給大家一些提示 第一應該就是 大家的溝通能力 以及接待客戶能力 相對來說應該是強的 嗯 起碼英文 雖然大陸的英文水平高很多 但是香港應該還是好一點的 所以這方面我們是強一點的 嗯 另外產品方面呢 我相信我們在那個 質素 真的 去到今時今日呢 我們的產品質素 應該還是比很多廠家都要控制 嗯 這個真的應該要大輸 實輸的 還有我們本身是 嗯 我相信很多工廠都已經拿了大部分的認證 例如BSCI 嗯 你可能做了Wallmark的驗廠 嗯 或者你本身是ISO 有ISO證書 這些呢 就是阿里巴巴平台上面呢 都有辦法去給你展示的 嗯 是的 還有這些呢 都可以是一些搜索條件 就是客戶搜索的時候呢 他可能會選 一定要是BSCI 批了的廠 作為其中一種搜索條件 那如果你有 去Display這件事呢 那你就有優勢了 嗯 是的 所以剛剛那三點 來 香港客戶 大家繼續要標榜自己的溝通能力 很強 就是我們 Entertain些客戶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的 就是 我有看到過內地的Enquiry覆的人 和香港覆的Enquiry覆的人 香港大部份覆的都可以的 是的 產品 產品 要注重 是的 然後還有些什麼的認證 都展示出來 給大家看到 所以都會有某部分 要求有品質的 是的 又便宜的 我想這些都會有些 喜歡香港的客戶 就是如果要最便宜的那些 坦白說又不到我們 沒錯 即是那些非洲 中東那些 他們要最便宜的那些 那些都會去移乎的 是的 所以我們現在 通常我現在的客戶 通常都是找一些 有些中價的買家 又要求那些 就找到我們 是有這些客戶的 那些高價值是挺好的 是的 有這些客戶接到的很好 還有 剛剛提到的一點 就是養客 是的 不要真的 錯了任何一個小的單 剛剛聽到我覺得也挺鼓舞的 只有100元美金 做到100萬 都是有這樣的個案 就是 最初要很小 因為這個品牌做到大 那就大了 半住客成長 陪他幾年 好了 我的問題就問完了 到大家了 現在還有10分鐘 怎樣去探討客戶的問題 是的 好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回答大家的問題 大家現在還有98位朋友 大家可以喜歡在這裏問問題 我們盡量都會一提一提 這樣回答大家的 是的 那我先去找第一條問題出來 等等 我們由頂部開始回答 來了來了 好 整個交易過程 不是 等等 哪裏 我們 整個交易過程 牽涉的成本有多少 一般佔貨價比例多少 這條是不是應該說 線上交易 應該就是那2%的交易費用 8分之2的交易費用 就是2% 还有没有费用 还有提演费15美元一次 是很低的,阿里巴巴很低 相比PayPal那些 阿里巴巴真的很低 线上街我们又不是很高 在行内来说 就是2% 100美元收你2元 1000美元收你20元 占货化比例,视乎你的作品 小订单,物流费有没有很高 有没有方法 小订单是怎样的 其实你主要真的要找一些 通常他们 其实简单来说 你用阿里巴巴的物流 其实它的价格比一般的市价 还要便宜 它是你们认知的,可能是DHL UPS,3分1到4分1的费用 这个差不多 已经是能够找到最便宜的方法 因为全行都是这样 我相信就不是一个太大问题 我再说多一点,在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会员 你是我们的供应 你会有自己的名字 你有自己的名字 之后 你进到阿里巴巴后台 有一部分叫物流服务 按进去 其实它有类似 好像Hotel.com 或者阿高达 那样的方法很简单 你需要输入 你发货来源地在哪里 在香港或者大陆 你写香港就行 大陆就行 大陆 寄去哪里 寄去美国 寄去产品的长副高重量 抹完之后 就会由一站华洛公司出来 一般例如 你现在在阿里巴巴楼 你用一公斤寄去美国 大概140元 人民币左右 如果你是用 例如UPS 一公斤 你差不多要去到400-500元 那些费用已经差很远了 嗯 所以你会多一个计价的平台 给你去做 上面也有很多专线 就是 东莞 假设你一家在东莞 东莞 也有些专线 就是你可以去选择 那些专线 也行 而且刚刚提到 一些 其实现在平台上 已经有些模板 你可以在前面设定 就是刚刚 假设你设了模板 你只需要输入那款产品的长富高重量 入完之后 后台自动会因为 那个 那个 后台的 物楼模板的 物楼费用 自动出了价钱 那你可以在上面做前置 好 哪里可以找到兼职代营运? 所有内地的招并平台都找得到 是 内地 例如我忘记了 我马上看看 好 那我先回答一下 兼职代营运 就要上平台找 但如果是代营运公司 那我们也有很多建议 那你可以问回你的 客户经理 那有香港 有内地 那会推介给你 那一般做的 就是做刚刚三角形顶的东西 那些东西 就是什么商品 黄铺首页 帮你用什么直通车 定时更新产品 一般他会帮你做这些东西 是的 但是服装的东西 就是通常自己做的 有没有 有没有找到 好 不要紧 后面再PM大家有机会 王先生 你多少款产品 放在上面 好像是600个 差不多 大概600 600多条的产品 但是 600多条 大家说多还是少 看你见仁见智 但是平台里面 大部分用得好的公司 我见有几十个人 用得好的 我见大部分都有500个 他们建议最好有1000 是的 因为为什么呢 在平台上 假设你只有1组 人家找到你 那组 就是找不到 找不到 就会影响你的曝光 但是如果你有500个 500个产品 你就有500组 在上面 那你500组 人家打到500个具资 里面的搭配 就会找到你了 所以才会 再加上 什么直通车工具 才会像臭楼王先生 有20万的报告 其实就是由 那600个产品 再加上P4P 所组成 然后你才会 慢慢用漏斗 去做100个 再加上100个 这个也是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我要去一六八八找款 因为你想想 1000个产品 如果你全部都要靠自己 拍摄自己的产品 是不太可能的 一来你的照片的质素不够好 二来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产品去拍摄 所以也不够新 因为你自己的款式总会够的 所以去批发网站 找新品 是一个比较可行的 那你谈会怎样谈呢 就是一六八八谈 他给了照片和規模 一六八八已经全部收出来 就是直接Copy&P 你应该都会去买一份 那间厂的吧 我通常都会买回来 只要看那块钱的 你也要知道 那个产品的品质是 你先要求 就是有八八疗 梳醒和他聊天 聊完之后买几件 试试试 然后跟他说 我都会做阿里巴巴巴公 做到之后就找你了 然后他就会 因为我都不需要说 有单我直接跟他买货 哦 对 也不用他说 直接拿货 所以小单有一百件外货币 就给他了 非常好 非常好 譬如, how much 五十件一百件T恤 我今早有一水逃走就140美元 shipping cost 好,就多少件?50件 ok,好 我是新品牌,未有太大的資金去找頭台營運 但最好什麼時候請代營運? 你問我,我覺得現在也是應該要請的 因為 其實老實說,費用多又不多,又少又不少,但問題是可以加快你的進程很多 如果你靠自己慢慢去學去摸 你一年都可能上不了軌道 那你其實就浪費了一年時間 嗯,我就沒那麼正確的 其實都是一個答案是,總之有那些東西要做的了 是你做還是第三方做的 即是,即是,即是你是新品牌也好,那我們有訓練,你很努力,你自己做你都做到的 不是很難的 即是,人家幾千元一個人都做到的 那些人 不是一些很難的工作,只是繁複的工作 你真的沒有很多資金的,你就自己 學完之後很努力這樣做 如果不是剛剛就是,王先生,不如你大陸 平平地找人幫你做 我只會這樣回答你 好,接著 你的產品質素 都是中國的質素 怎樣找一些好的夥伴 說一下,怎樣篩選一些夥伴 即是你認為你一六八八,你會看些什麼 令到他做到你一百件內的 的供應商 我想跟你去淘寶買一樣 看評語,看升級 最重要是你真的要自己買那個產品回來,自己去看 評語,升級,一六八八都很多 通常做得好那些都是很多個升 很多個轉 阿里巴巴.com 都是一樣的 通常 阿里巴巴,現在王先生是兩轉三轉 其實 買家都會看的 一樣的 多升多轉,通常都會好一點 一六八八,所有性都是一樣的 多升多轉,多平均,多升級 通常都會好一點,我不敢說一定會好一點,但是通常都會好一點 還有買一支回來試 就像王先生說 我也很認同 接著,如何在平台爭取買家的信心 那這些應該是復限的 我想 第一個要做的就是你內容中 你要盡量放一些 如果你有證書,就是ISO,或者是一些套售的,你就全部放出來 廠的片和 廠的片和相片很重要 還有其實現在阿里巴巴的 廠家 他們已經開始做直播了,好像我今早看到 老闆直接直播 帶著客人看廠 其實沒有什麼比這件事更加令客人有信心 我覺得 嗯 所以其實現在大陸的廠都去得很快 你最好能夠 做到直播是最好的 這個是B&B的網站,可不可以幫我打出來給大家 那個已經死了 你說說阿里巴巴上面 B&B的網站 B&B的網站 好 是的 現在我叫同事打網站出來 B&B的網站 大家可以看看,其中一個覺得OK的 一個案例,剛剛提到產品內頁 所以 內頁,或者甚至直播那些等等都會有幫到大家 在這裡可以打了 下面 現在P and what source do you use 這個wholesale 16800 16800 對,16800 OK,接著到現在P4B的預算多少 怎樣衡量P4B投入的金額和回報 其實 有數計的 那個呢,你大概上網已經找到了 例如你的成交,你的曝光率 變成點機次數 那個百分比多少 然後點幾次數變相反 即是這個金字塔向下的百分比 累 低減的百分比 是有數計算的 如果你 例如你預期我要做了100萬的訂單 其實你就可以推上去 你有多少的曝光數 我現在用大約3-4000元一個月 3,000元 3,000多元 我看到 再加上現在政府有的SME Fund 你全部P4P增值是可以有一半退回的 對,攝錄了一半 不要緊的 所以是3000元 不要以為3000元 是1000元 1500元 每天都說了50元 對比起Facebook IG 都差很遠 好,線上交易費用2% 如果我的訂單金額較大 2%也不少有沒有上限 這題是我的大約 一般 戰上交易 其實我們最多做5000元美金 會比較多 坦白說 5000元美金樓上的 都少一些 是的 都會有做,但是少一些做 但是過上 如果5000元的 就是100元 但是如果真的超過5000元 其實有些特別的流程 如果大家證明到香港工廠 香港公司和內地工廠的關係 我們就有一個叫三角貿易的模式 其實封頂也有100元 假設成功的話 可能你做10000元美金的 也是100元 收入費 所以這個就是有封頂 但是5000元美金 當然2%的封頂也是100元 但是 剛剛說的 5000元美金以內的訂單 做線上當然會貧乏很多 但是如果你說 你真的覺得2%很多 你本身的售價也很低 坦白說你可以怎麼做 你就線下線丟了 就是未必一定要用的 就是你是選擇性用的 除非如果真的去到買交易 你一定要用線上交易 不是不交易的 沒有辦法 如果是的話 你可以自己選擇 扣你 扣你 所以2% 好 接著還有 我回答到 我們是很傳統的服裝企業 以前都是參展 最近展會沒有了 現在轉型電商 需要準備什麼 這條問題就剛剛回答 試試補充一下 都是服裝的 你的同行 你的同行想做 先加入了你爸爸 最重要是 加完之後 也是剛才說的 做好市場定位 選產品 組團隊 好 Simon 還有沒有問題 我要給你答 Do you always use logistic 從阿里巴巴 八成都是 八成都是 尤其是他現在 他有快選 以前如果 因為早 我記得早大半年 他是沒有 快選服務的 快選一般可能 去美國要 20到40天 那 對很多客人來說 這個也是一個機會選擇 因為我的費用相對很低 比空運 好 那麼 RTS要求15天內交付 過程中 如果因為物流原因的延誤 會不會影響你商家的評価 你有沒有試過 物流有延誤 他的系統應該是按你的貨 發出 來計算的 嗯 其實之後的物流延誤 應該不會計算到扣分 看信譜怎麼寫的 我用這個官方答案 就是看你的信譜合同 怎麼寫的 是的 有可能 但是機率不大 但是如果是怕的 你會寫法庫 等等 還有沒有Terry的聯絡方法 之後查詢 你可以問回你相關的客戶經理 好 接著 應該沒有了 你放在頂上 看看還有沒有 好像最新 還有一條問題 剛剛錯誤了 請問600條 產品有沒有刁拔期 有 當然有 但你印象中有多少刁拔期 我想400 可能200條刁拔期 有200條 也不算多 我有些客戶很多 我的客戶可能 放500個名單 其實只有50樣東西 因為他沒辦法 看他真的有賣一件事 如果你本身有400款那些成本 400款產品很好 是的 那你怎樣可以放600個產品 600個keyword keywords 就沒有難度 keywords 都是你一般去 阿里巴巴後台有些keywords的數據 可以讓你去 搜 你會知道哪些keywords 例如你search T-shirt 他就會列出一堆keywords 給你 哪些的熱度是最高的 那你可以用 另外你可以去Google Google search 可以找到很多 相關的keywords 那你再去深化找找 很多apps 或者是 網頁也有提供這些服務 嗯 我也補充一下 我確實準確一點 阿里巴巴平台裏面 有一個 數據管家 有一個叫 關鍵詞工具的功能 你只需要打T-shirt 出幾百個跟T-shirt 相關的keywords 出了熱度有賣 升降序 那你慢慢 拼搭 不想煩的 坦白說 找第三方教 他幫你想了 不用你煩 是 如果自己品牌 只有幾件產品 那用阿里巴巴 是不是 沒有什麼用 好 你又嘗試分享一下 都未必的 因為好像剛才Terry這樣說 有些公司只有50件產品 它都可以變成100條的 其實你只需要用不同的角度去 拍攝你的產品 盡量走過去多些keywords 其實都沒問題的 這個我補充 我試過有些客人 我記得有一個case 是我在深圳 特地上去深圳機場附近的一間工廠 然後上去 他做LED燈泡 然後 我問他你有什麼產品 在桌面 多少款 只有三個燈盤 G4G9燈 沒有 是 幾個燈的 是 最後他在平台上面 擺了七八八個列列印 哈哈哈 其實不是很關於你的產品事的 我不是完全關於你 有多少款產品事的 應該這樣想 是關於你有多少個列列印 在平台上面擺出來給人事的 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你可以用不同的keywords去擺 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 你有曝光 然後你就會有點擊 你就會有inquiry 然後你的品牌就得以推廣 這個是電商的邏策 如果你有幾個產品 在平台上面你會找幾百個keywords 然後照必keywords 你照樣你都會有那麼多曝光點擊 和inquiry 然後你後面推的東西 不過跟黃先生 可能他要先做 因為他不是品牌 如果做品牌的朋友都是一樣 你的內頁就可能會跟黃先生那種不同 黃先生那種可能 他標榜的快速生產 所以他下面寫的東西 就會寫那些 我做OEM有多好 有什麼ISO 有什麼BSI 他的內侵會是這樣的 那你做品牌的 你就會可能標榜你的產品有什麼特別 你的品牌有什麼特別 因為以往我們其實都 叫過一些不同類型的公司做分享 譬如德國寶 萬希全 手錶 Torfeiln 其實他也會在平台上有機會分享 他的網站給你 你會看到他的網站除了會介紹 德國寶那部光波爐之外 他會說了德國寶背後整個理念 就是我有什麼工廠生產 我譬如德國寶現在香港有很多店舖 我譬如德國寶有很多什麼代言人 我現在德國寶會幫新同基起樓 會有很多這些東西在後面出現 會令到別人想認識德國寶的品牌 因而會看看如何跟德國合作 邏輯概念是這樣 所以你的產品只是你在平台上被人看到的曝光的一個工具 吸引到進來 就會看到你下面點擊 因而你想讓人知道的內頁和內容和合作的方案 因而的結局就是你可不可以跟他們成交徒 所以現在香港就越來越多品牌開始 在玩阿里巴巴 因為其實他也是想 或者說得白一點 本身你有一個品牌可能很大機會 香港人認識而已 但是海外 去到杜拜 去到中東 去到非洲 很難認識你的香港品牌 那就是透過這個方法 別人找Keyword找到你 就能認識到 有機會合作就能合作 等等 好 接著how do you think different keyword for some sample at cost 即是不同的keyword 放在不同產品裏面 例如其實都是好像Terry這樣說 你回到數位管家 你去到那個關鍵字 那個功能是關鍵字指數 對 接著例如你search T-shirt 他下面可能會彈出來就是 男的T-shirt,女的T-shirt Custom T-shirt,printing 他會有一個很長的list 給你看到的 其實就是 那麼那個list 就會按著那個市場需求步驟 按改 嗯 對 那也是用那個關鍵字指數 做到你這件事 打你最後的keyword 就出了一堆keyword 認為對的 可以 也是那句 第三方會想起來 如果有第三方 交給他 幫你想 可能比你自己想 等等 剛剛開始想載阿里巴巴 團隊要幾人工作分配 應該貼分 現在你這個也未必算是一個團隊 未算 我未算 你也是三個 兩人業務 以及一個代形運 做partime 美工你不可以沒有的 美工你找partime也要找的 如果你本身自己夠時間 你就負責做了CS 然後數據那裏 我也是建議找代形運 因為其實那裏很花時間 你上載產品 修圖 想關鍵字 全部都很花時間 如果你真的靠自己做 你可能頭一兩個月就 擁有你全部的時間 嗯 那也是 工作 那也是看看你們自己要多少人 如果有第三方 你只會有人 負責做業務 這樣會輕鬆一點 長遠可以不用 可以不用第三方 但是我覺得 它開始 Starting 是會快 Starting 是會舒服一點 好 你說 寄去美國20-40天 一個small cand that be small shipment 10- 如果首先你寄 50件都寄到算 如果今天寄 我記得如果option沒有寄錯 大概是空運的 一半再低一點 應該是60美元左右 選的話就是60美元 是的 如果飛機的話 140美元 是的 好 我想最後回答這兩題就回答完了 Trading 1688 你如何price them for your own阿里巴巴 page 我一般按數量計的 有個Tier Pricing 一般就由100%到mark up 最低最低就20% 25-100% 就是1688sourcing 再放回阿里巴巴.com 當然你自己sourcing1688 你要 要認真去找 還有買些衣服去試 這點是更重要的 你本身已經 sourc得很貴 放回去 自然很貴 就沒有什麼吸引力 是的 等等 第三方 營運那麼多 怎麼會選擇哪一間 記不記得七年前 四年前的你 第三方是怎麼找出來的 啟橙 叫啟橙 也是經阿里巴巴介紹的 也是經過我們校務經理介紹的 有興趣找回我們 有什麼基本收費 請問回校務經理 好 沒有啦 多謝你 今天是教員 謝謝大家 好 麻煩你 問題就完成了 大家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1 我們開心一下 如果我們覺得 說得OK 分享到一些東西給大家 我們現在在座的朋友 也有87間 很希望啦 我們其實陸陸續續 也有很多不同的活動的 今天就請了 陳先生 抱歉 黃先生 請了黃先生 下次我們就會再請 不同的模特兒 因為剛剛提及了 做阿里巴巴的 business model 很多的 有些客人 左邊 純粹 低買高賣 可能梳醒到一些 很特別的產品 又會有機會賺到錢 可能中間加一些設計 又有一種 找錢人方式 有些好像黃先生 那樣 做OEM 現在開始 OEM就做轉型 大B到小B 也是一種合作的方式 有些就有 品牌 可能透過我們 又可以分銷到全世界 又是一種方式 不同方式 他們可能擅長的東西 都會不同 都會有不同的東西 可以分享到 給大家 希望 今天我覺得 工廠的界別 或者 工廠的界別 應該是會聽得最開心的 或者少少交易的界別 聽得最開心 但是剛剛的三角形 我覺得任何界別都可以用 剛剛最後的 那一種版 任何界別都可以用 都是一樣的 只是你展示出來的東西 不一樣 最後 打了少少廣告 這個廣告是否出了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在座的朋友 聽到 其實也會有免費的廣告資源 無論是新的朋友 或者認賺的朋友 可以找回你的相對的客戶經理 跟他們聯絡 也會有些行業報告 可以找回他們 去拿 今天就多謝大家 再見 再次 我進行 別擔心 再次